近载运通 两岸原声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大家好 我是任聚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还是要先呼吁各位投资朋友们 你要找洪老师的投资人 麻烦你就直接拨打广告中的电话 那或者是说你不方便打电话的话 我下方都有这个QR Code的连结 那你少两下加入洪老师的Live 因为最近实在是诈骗太过于猖獗了 就是说洪老师当然最近操作绩效不错 所以导致有很多诈骗集团 运用洪老师的头像 在这个网路上面行使诈骗之时 那当然洪老师也混进去里面 因为我也知道说 我做的检举也没有用 他换个账号 他换个就是新的ID之后 还是继续用我的头像去诈骗 所以我只能在这边呼吁各位投资朋友们说 像这种网路上面有这种股市起海纵横的 这个就是诈骗集团的 请你一定要小心 那他如果运用我的头像的话 这个也是诈骗集团的 所以你要找洪老师拜托你一下 我们广告时间都有电话 那我下方都有Live的QR Code 所以你不要被这些诈骗集团给骗了 拜托拜托 然后未来我们已经胜进去诈骗集团里面 我们去思考 我们要去了解他是怎么样来做运作的 那后面还有新的一些资讯的话 我还是会持续的跟各位投资朋友们追踪 那他们的手法 我一定要把它了解起来 那到时候我们去警察局备案 甚至是报案的时候 才有一个依据在 那回过头来我们来聊一下今天的盘势 家群股价指数的部分呢 目前繁中下跌了88点 哇看起来很恐怖对不对 早盘一度跌下来 跌了将近140点左右 当然现在有很多市场的专家 看到行情跌下来了 就告诉你说OK我们要来做空了 快点快点来放空才会贏钱对不对 那我还是要讲一句话 股票市场的操作 你要有一个核心的概念 如果你今天只是看涨追涨 看得了沙滴的话 说实在 这股票市场里面 你怎么都会贪到的地方 股票市场在涨的时候 指数在涨的时候 你有没有先发现到说 有一些不对的端倪 你这些股票本来就应该卖的 不是今天才来买 那同样的 有一些股票你当然回事要买的啊 那你假设说你现在不去买它 你在回档的时候不去买它 那未来涨停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比如像说我之前跟大家聊的 像3665的帽连啊 今天直接亮灯涨停锁住 有没有 指数跌跟它有什么关系 我就讲过了啊 车用相关的族群 未来市场会蓬勃的发展啊 全世界未来最缺的 就是车用电子零组件的部分嘛 甚至呢 3305的生贸有没有 大盘跌它也是涨啊 那你说回来 拉回月线的支撑 你不敢下去做布局 难道未来要创历史新高的时候 啊再来撞吗 才来做追价的动作吗 但那个时候 你只能买更贵而已 你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不是吗 甚至说 我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聊的 4192这个信国 今天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来到147块钱啊 那你92块钱买了 低档下去做布局了 这个指数跌跟它有什么关系吗 都没有啊 都没有关系啊 甚至我觉得这些标的 我告诉你 未来会越来越强哦 它会越来越好哦 那前提在于说 你千万不要去做追价的动作 包括我刚刚讲的信国也是一样哦 为什么不要去追 因为涨太快了 它未来会被怎样 关紧闭嘛 当它被关紧闭的时候 股价回来 再来好好的下去做布局 都不迟啊 所以操作一定要有公事 要有方法 你的老师只会叫你去追股票嘛 比如像说1440的这个啊 南訪今天又重挫下来 前一天涨停板的时候 不是大家都在讲说 纺织股很好吗 纺织股很好 你去追价 为什么连续两天拉回 那甚至1455的急剩也是一样啊 这个也都是啊 重摔呢 连续两天就这样把它涨的 全部都跌回去呢 还不够啊 所以你的核心概念在哪里很重要啊 我不是说只会看股票涨而已 我还知道哪一些股票要跌 那要跌的我们就散开 那会涨的我们就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不是买今天最强的标的 而是要买未来会强的嘛 而且我说哦 台股未来会创历史新高哦 你不要觉得现在讲解好像很好笑 对不对 没关系你就尽量笑 因为我从很多的面向当中 我看到了这个行情越跌 它越安定 如果你现在反过来 你因为行情跌下来的关系 你想要去放空 结果你刚好空在那个 最低点的位置点上面 结果刚好空在那个 阿呆股的位置点上面 那做多赔钱就已经很可怜了 没想到呢 放空又再嘎一次 那我告诉你哦 空股票风险比 远比做多股票还要来得更大哦 因为你做多股票你错怎样 你还有办法等嘛 那你只要时间一到了 行情又恢复正常 它还有办法创新高 可是呢 如果你做空股票呢 你跌线来是空间有限的 你涨上去是无限大哦 所以很多人做股票会破产 不是因为它做多股票破产 是因为它放空股票 空错股票破产的 所以我说掌握节奏非常的重要啊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找到未来的机会点下去做布局嘛 那我认为融资啊 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融资断头日行情就是转折的时刻来了 所以我说今天的卖压会是最重的一天 因为呢你从融资的角度 你可以看得到一件事情哦 10月1号那一天 也就是说上礼拜五嘛 这个是10月1号 整个大盘加权股价指数 融资维持率的部分 在155% 那我们在看融资指标的时候 不是看它的增减而已哦 我们还要看它整体的融资维持率 大概维持在什么样的幅度哦 如果说我的融资维持率 是在一个很高档的情况 那我的整个筹码是相对安定的 那反过来呢 当我融资维持率 它已经来到低档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嘛 因为你如果融资去买股票啊 你到130%的时候 就会有人把你强制停损掉 券商嘛 券商就会把你的股票强制卖掉 所以今天早上的卖压绝对是最重的 因为来到155% 已经接近130%很近哦 那也就是说 很多人是早上被迫怎样 去做停损的一个动作 不是他愿意的 或许这些股票未来都还有机会 可是呢 他因为融资的关系受不了了 必须要把它卖掉嘛 所以礼拜五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融资大减65亿啊 我说这两天会是一个最重要 最关键的一个时间 尤其是当我的整个市场的气氛 来到一个极度悲观的位置 那融资断头的时间 就是整个行情准备要翻转的时刻了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找到好的股票 来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强势股拉回站站买房 有很多很好的标的 他是被错杀的啊 那你说他被错杀的话呢 你不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下去做切入 难道你要等他大涨的时候吗 等他反弹上来 哦我再等一个反弹 我要等行情好一点 结果呢 股价啪啪啪啪啪一路往上冲 你连买都买不到啊 比如像我当时一直在跟大家讲这个嘛 我说车用限速半导体的设备 他量占比从150来到500来到160啊 那你说这支股票是不是有人在投卖 当有人偷偷在做进场布局的时候 强势股拉回站站买房 共识炭钱有人会先知道啊 先知道就先买股票 先买股票技术分析就产生讯号 股票是怎么会去 有人偷买他就涨了啊 有人偷买他就做 他就会上去了嘛 所以呢像帽连今天指数叠下来 他一样可以亮灯涨定 这就是资金流向他厉害的地方 拉回买啊 不是等到今天涨定才在做追价 你说今天涨定要追 你只能排队去等他 这是操作上的一个差异别 你的老师现在还在钢铁航运 那股价腰斩又腰斩对折再对折 折到后面你现在已经不只是骨折而已啊 所以我的操作上面我一直跟大家聊 我要找到未来资金的流向 我要告诉你未来行情的方向在哪边 主流每个时间点都不太相同 该换的股票你一定要换 该布局的标的你也要下去做布局 那今天再杀的很简单嘛 就是钢铁就是航运嘛 那这种运输类股 我也不是第一天才叫你要卖的 讲过很多遍啊 航海王钢铁人将手上主跌段的标的 换成主身段的标股嘛 所以你在七月份的时候 你错过富鼎跟巨翔 那你下一个月呢 你要再错过什么 那我说你把这个啊 换成把这个主跌段的股票 换成主身段的标的啊 所以你错过富鼎跟巨翔 那你接下来你又错过了什么 错过了所谓的姓国啊 这样一来也是40%了耶 那你想想看 你的股票 像这种钢铁航运的股票 现在一路都往下错底 你的老师现在没办法了 他只能一直在安慰你而已 可是如果你当时跟着我的脚步 你把这些所谓的主跌段的标的 换成主身段的标的 那你不只把你所失去的要回来 你还多了很多 这就是操作上的节奏跟tempo嘛 所以我说该买的我会买 但是呢同样的该卖的 你也要懂得下去做调节 你真的不知道的 你当然要直接跟上脚步来啊 就像狼一样有没有 对行情要有嗅觉 对危机要有感觉 对猎物你要非常非常的过绝 那我对于危机 我是非常有感觉的哦 之前包括钢铁航运 该闪的我们都闪掉了哦 甚至呢未来呢 我也告诉你说有航运之乱会发生 那现在真的看到了啊 所以你会发现老师跟一般的专家不太一样 我都讲实话啦 我都说实在的 所以未来有一些标的 我觉得在航行回挡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这些标的绝对不是在 所谓的钢铁航运股身上了 如果你要反败为胜的话 你就是要趁着这个时间点 在融资断头的时候 在这些大家都已经失去信心的时候 找到这些标的来去做布局 那什么样的标的可以让你反败为胜 待会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再讲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车祸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祸发生五人受伤不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机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 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11点到11点半 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在这边还是一样 再郑重呼吁一下 现在有很多的诈骗集团 运用洪老师的头像 来去做一些诈骗的一个行为 那还是要提醒各位投资朋友们 洪老师不会用这个图 因为这个图是 老师在给很多媒体 报章新闻杂志在用的 那也因为取得容易 所以当然就会被 其他不肖人士拿去做一个运用 那不管如何 请你要注意 洪老师他的LINE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少两下加入洪老师的LINE 或搜尋WIN580888 这个才是真正洪老师 那老师都是用这个图像 他不会去用那个 所谓的真人的图 不会用真人的照片 好OK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就是这个行情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发现到说 今天行情的跌 最主要的还是在于 所谓的传产类股 对不对 因为包括钢铁航运的部分 其实我讲实在的 他已经激进所谓的崩溃的一个状态了 那他们会崩溃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说 现在的筹码真的比较混乱 比如像说2603的长龙好了 今天来到了102块钱 重挫将近又来到跌停板了 两天跌了20% 那你不要觉得说 哇我跌两天就很好哦 我要下去做一个追价的动作哦 那我强调过一件事情哦 你看看现在手上 这些融资余额的部分 目前还有27万张哦 他还有27万张哦 也就是说我现在的卖压 是来自于就是 整个融资它断头的压力 那这些融资没有断光光之前 这个股价它不会停下来的 它不会停下来的 包括2609的阳明也是一样哦 今天跌破100元来到97块钱哦 那今天也是一样打到跌停板哦 今天也是打到将近 会跌停板的幅度哦 所以呢这些标的 说实在的 你本来就应该要闪掉了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啊 虽然说很多市场上的投资朋友们 你们都会看什么 新闻对不对 当时在7月份的时候 你打开媒体啊 报章杂志都会告诉你说 今年他们可以赚20块钱以上 然后呢 他们的产业出现结构性的改变 那塞港的问题 缺船的问题都不会解决 那可是我说 最真实的叫做股价啊 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好的话 为什么有一些大户们他要在 比如像说阳明他要在182块钱办现真 而且他是很急着办耶 我要赶快把钱收进来啊 赶快啊 182块钱赶快办现真啊 就算那时候破发他一样照办耶 那我说嘛 如果他今天公司真的 这么看好他的未来 那你怎么不在200块钱办 你怎么不在300块钱办 你偏偏要在182块钱办 甚至你都破发了你还要办 那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地方啊 可是你的老师没有看到耶 你的老师完全都无事于这种利空的消息 还叫你一直拼命的买拼命的买 这我就觉得说 这完全不符合一个操作上的逻辑 跟一个道德上的良知啊 包括这个也是一样啊 人家都已经不只阳明在拜 连台华都在办宪政啊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危机啊 对危机要有感觉啊 不是说你今天看到股价跌下来 他就可以买 不这样 该买的股票 他不会在这个地方去告诉你说 他要办宪政 那有人告诉你利多出来之后呢 那不就是代表说 有人在用利多来去做出货吗 所以我在做很多的 我在做很多的分机 其实都是走在趋势的前面啊 这些股票要跌之前 我都已经提前告诉你了 甚至说呢 有一些个股 我说当年他们获利很高 是因为他们转投资的 一些航运的类股嘛 比如像说威刚 威刚在8月4号那一天 他告诉你 他全年 今年EPS上半年赚了9块钱 对不对 我说上半年赚9块钱 哇好漂亮啊 真的很厉害 那很多市场上的专家 直接把它乘以2啊 告诉你说下半年比上半年好 那我说他真的不认真耶 你说威刚他为什么可以赚那么多 你把他的转投资拿出来看 你就知道啦 他手上买了很多的航运类股嘛 包括长龙 阳明 万海 每一档都有他的影子在啊 那当然上半年这些股票获利很好 那当然就我的业外收益很高 可是重点在于啊 如果说我下半年这些航运类股破底破底 再破底的时候呢 那你这些EPS9块钱下半年变多少 啊是不是要提波 是不是要提波认列这个跌价的损失 所以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很棒 可是呢我就股价的角度而言 我告诉你什么事情 我说这个东西就是不对的 你有利多出来你没有攻掌停 你就直接怎样 开高走低还留了一根大黑K 所以呢当天早上10点钟8月5号嘛 因为8月4号公布我没办法动作啊 8月5号上午10点钟威刚全出啊 全部出光光 一张不剩全部出掉 我还放在我的line上面啊 你都可以上去看看我是不是有讲过 我这个line还是放在我的贴文串里面 我都没有变过 所以你就看到3260的威刚 哇指数跌下来 今天在破底创新低 那我问你它为什么会跌 很多人没有去探讨这件事情哦 他就只是想了一件事情 我股价跌下来了 所以我就可以买 no no 不是这样子的 股价反映的是未来 它最后第三季的财报 你才知道它为什么 你才知道它为什么会跌 所以我说为什么要走在趋势的前面 很多事情在发生之前 我都已经先预告了 包括航运类股 我说为什么会跌成这样 半年后你就知道 股价它先反映半年后的未来 甚至现在也不用等半年啊 大家都知道 上海美西线海运价格大跳水了嘛 那这个只是刚开始而已哦 这个只是刚开始而已哦 所以当你这些问题都出现的时候 自然啊 就是造成行情的跌下 就是造成指数的震荡嘛 可是呢 并不是每一档股票都像钢铁航运啊 真正好的股票还是有啊 比如像说改变世界的新科技 当时我们7月份做的这些标的 包括巨墙的部分涨57% 包括副顶涨72% 尼克森涨40% 凡宣涨18% 它比较少一点嘛 可是重点是 当这些股票呢 我都卖完了哦 全部获利了结哦 那我说 这个就是重要的族群 因为他预告一件事情 车用电子跟半导体的需求 真的非常的强 所以你要把这些没有用的股票 比如像说 把这些航运股钢铁股 你把它换掉 你当时如果跟着我7月份去操作这些 你早就把你失去的药回来的不是吗 所以现在要找的 不是大家市场上面 这些老师在讲的 这些所谓市场上的专家在跟你分析的 你要找到的叫做新小旗的标的 什么叫新 新的应用 新的科技 什么叫小 股本小 它不会受到大盘影响的 什么叫旗 突然之间有一些资金 奇奇怪怪的资金在做布局的动作 那这种股票呢 它因为股本很小的关系 所以它跑得很快 有时候一涨三成五成算是一般般 那好一点呢 可能就翻倍啦 比如像当时我们做副顶 它当时我在买它也没有任何人知道说它到底是干什么的 可是呢 当它的营收获利开始持续向上成长 大家发现到了股价就涨上来了嘛 所以我说我要布局叫做新小旗的股票啊 这些新小旗的股票也一档接着一档再往上走高啊 比如像说我在买这个信国的时候 你在买钢铁航运我在买这个 我从量价关系我发现到一件事情 量占比从一千来到一百 我说强势股回檔正在买方 那时候买的位置在92块钱 然后呢到9月13号的时候 开始第一根亮灯涨停板 我还跟会员道歉嘛 不好意思让你等比较久 可是呢 我说这个才刚开始而已 我们正主要启动获利的模式嘛 所以呢到9月14号第二根亮灯涨停 9月15号开低走高 中间洗盘洗了15% 但是我还是坚持续报啊 继续 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赚够嘛 还有后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啊 然后到9月24号的时候 第三根亮灯涨停啊 又创新高了对不对 然后呢到9月28号的时候 哇创新高大盘跌成这样稀里花啦 还是一样涨啊 然后到9月29号的时候 130.5元四根亮灯涨停了啦 然后呢创新高有没有 创新高啊 亮灯涨停创新高 到今天为止指数跌下来 也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那你说这个股票做什么的 我相信我问90%的人都不知道啊 但是我已经提前告诉你说 他就是做新药的嘛 他就是所谓新小旗的标的啊 这种股票你很新 没有什么人知道 然后股本又小 重点是有奇怪的资金在做布局的动作 那你要怎么下去做切入 当然就是要跟上脚步来 你才有办法买得到啊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的动作嘛 所以说不要害怕行情的跌 融资断头日就是怎样 转折的一个开始 但是你要懂得 什么样的标的才是机会 什么样的标的它是风险的 把风险避开 好好掌握出 好好掌握这一波回档最好布局的一个时机 所以呢你不是要怎么操作的 洪老师的line在这边 你可以少两下加入洪老师的line 或者是搜寻位580888 有任何股票的问题都欢迎你 直接跟上脚步来 感谢大家接下来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创意比赛静在运通 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妄赌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妄赌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妄赌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